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這個主題叫做OBS OBS叫做虛擬攝影棚 其實我們學校現在叫發中心 我今天有看到辦公室後面也有 也有建置一個虛擬攝影棚 可是一般你要做 不管是學校的攝影棚 或是像電視台這種攝影棚 不是一個人就可以完成 因為你除了有老師在前面以外 是不是要有人幫你錄 然後有人幫你操控電話 比如說要上簡報 要上那些背景的音效之類的 可是我們這個OBS 就是你可以自己在家裡面就完成 所以如果各位對教學沒興趣的 沒關係你可以當網紅 你就知道在網紅 在家裡面要怎麼紅起來 所以你往下走來 我這邊有一些OBS的應用 首先像我教學 我會像這樣子 有沒有 是不是就去背了 對不對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 我還去過就業博覽會 當動物 在現場 就這樣上課 反正人家走過去 就看你在那邊表演就對了 好 再來 這個是遠距直播 因為這是在台東的 我住台中 雖然只差一個字 但是很抱歉 飛機沒有像 來金門這麼方便 可以直達 一定要先到台北才能夠到台東 沒有從台中直接飛到台東的 所以這個是遠距直播的課 那我也是一樣 他們呢就在教室看著電視上的我 來上課 這也是一種 另外呢 現在你看我們這個教室前面 有沒有一個3D印表機 對不對 現在有很多所謂的創客基地 那你現在看到後面這個背景 後面這個背景 就是用這種3D軟體做的 那我們一樣可以整合到我們的OBS裡面 等於說我除了單純用一張照片也可以 可是我也可以建立這種3D的場景 讓虛擬設定可能來用 其實各位你們現在應該都會看到 電視台不管是新聞啊氣象啊 有沒有那個背景都變化得很快 應該沒有那個工人那麼顯 就導播就切過去 換 他們現在都是虛擬化的 好的 這是什麼我們講的 就是數位化的 你就可以很清楚 要看什麼場景就什麼場景 就直接去背了 所以實際上 各位你真正在現場 這種電台的現場 電視台的現場看到的 會是待會兒像我們現場一樣 這個弄起來 就跟你去那個照相館一樣 所以我只能跟你講 現場沒那麼有趣 因為你要想好 你要做什麼事情而已 好那另外下面這個也是 線上直播的課程 好跟直撤會合作的 好 所以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了 所以我們待會兒呢 這個 綠布會讓你壓 真的 因為我們有多準備一些網路攝影機 好嗎 OK齁 所以待會兒呢 各位會有機會上電視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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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